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7月12日礼拜二的第二节 我们一起去跟进一下大陆方面的最新情况 话说郑州710白衣人事件又再有新的进展了 在昨天的深夜 河南省银保监局就宣布了 将会根据涉案资产的追缴情况 以分批分类的方式 先行占资部分账户的本金 部分参与维权集会的存户 据了解已经被有关部门要求 签下了不再集会的保证书 以及强制送来当地 目前只有存款金额五万元以下的存户 是得以占资的 五万元以上的另行公告 好了,在讲到之前 首先只要呼吁各位益友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为什么今天上片上了这么少呢? 又要解释一下 因为有些人说我偷懒 当然不是偷懒 而是因为英国现在是进入了热浪的阶段 好虽不虽昨晚没有开到风扇 可能只有少少 焗到免费 正式省个几元就拿虎离身 我都劝大家不要这样做 如果晚上你有冷气开冷气 有风扇也开风扇 不是偷懒 大哥哪有空偷懒呢? 因为今天其实有很多东西要说 但是内河就 香港时间里面就做得两折 很抱歉 不是偷懒 好了,说回我们 今次的主题了 这个 河南的白衣人事件 有了新的进展 河南省银保监局及地方金融监管局 在昨天的深夜发出了公告 说会根据案件查办及资金资产追缴的情况 对宇宙新闻生村镇银行 上蔡惠民村镇银行 托城黄淮村镇银行 和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 那些障碍业务的客户本金 进行分类分批 开展先行战负的工作 从7月15号开始 就会作出首批的战负 战负对账为单家机构单人合併金额 五万元以下的客户 单家机构单人合併金额五万元以上的 陆续战负 而战负的安排 另行公告 这个就认真是高招了 障碍业务是只按照现行会计准则 和制度规定 不能够或者是不需要 在资产负债表上面 加以确认的项目 例如是一般的负债担保 所以这些人 其实就不是个个都直接 存户进去 这个银行里面的 因为村镇银行的定位 本来就不能够 接受该村镇范围以外 那些存户的存款 这些人就是通过互联网的形式 买了一些存款产品 他不是直接存户进去的 不是直接放钱进去 不是直接经过 这个银行的窗口做业务的 一定要记住这个东西 所以现在他们有一倍 其实是分而自知 我认为是高招 因为只是以五万作为一个分界点 你就已经令到五万元以上的那些人 马上溃不成军了 五万元以下的那些人 他们搞这么多东西 就是为了拿回他们的五万元或以下的本金 他就千里迢迢都特意跑到郑州市那里 搞维权 搞示威 还搞出710的白衣人事件出来 当然不是他们搞的 就是有些势力要来对付他们的 好了 原来用很少的钱 现在就解决了整个问题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现在已经完成了整个分发过程了 大额的苦主和小额的苦主 现在面对着这个情况 小额的那些 如果说你签完一份叫做 不集会保证书以后 强制送来郑州以后 他答应你 是会占资五万元的 那当然了 之后你能不能够占资得到呢 拿不拿到钱呢 你拿到就劏鸡撒额还臣 拿不到你都没得回头了 现在是 那你就占资了 你当然占资了 是不是 你这么难得走到郑州 由红马变回鹿马 都是为了拿五万元或以下的本金而已 于是小额存户 他多数都会反应的 对不对 因为他要拿回本金而已 他的目的是拿回本金 他不是拿来推翻政府 不是争取民主自由 你先记住这件事 他的性质是什么 好了 但是 小额苦主 他就已经达成了目的了 不会再吵了 大额苦主是什么呢 喂 他们是什么呢 暂不战之 容后再说 另行公告 就是说大额那帮 人就比较少一些 但是涉及那个款项 就一定是大一些的 小额那帮人就多一些 涉及的款项 分分钟加起来 都不够大额苦主那些的多 那现在就对立起来了 因为大额那些 他肯定是死了的 喂 你能不能够赔回本金 是不是 不知道 有没有赔还未知 而另行公告 小额那帮 五万元以下赔回给你 麻烦你扯了 好了 我们计算一下数 根本上现在叫做韭菜 就选肥的割 三千多人上访 现在是三千多人 当三千人 比较容易计算 但是三千多人当中 有些是有脑有乱的 就是说他不是三千个 都是存户来的 那可能有些是一家大小的去 别管他了 我们当三千个 都是存户这样计算 三千个 那你每人 其实最多 就是派五万元的 因为你三千人里面 即是战资 现在五万元以下的 那些就会给他 好了 当这三千个人 当然有些是大额存户来的 别管他了 当是五万元这样计算 三千人 每人发还五万元 你承一承它 其实那里就是一亿半而已 一亿半 当然有些就是大额存户来的 别管他了 总之我说算一亿半 但是我们看到那些新闻 他说这个四家村 就是银行涉及那个的 款额是多少的 额度是 四百亿元人民币 哇 现在很厉害啊 四两拨千金 真的 用亿半人民币 就能够解决到一个 四百亿元的 黑洞了 那就把那些人赶走了了 那你变成来说那些大额苦主 他还继续死了也没用 对不对 因为小额的苦主 大部分他就会散禁的了 那那些人呢 现在就真是和美了 那现在大陆 为什么那个反应会这么快呢 很明显就是因为 网络的舆论都是禁之不绝 虽然不断地来去和谐他 去铲除他 但是禁来禁去都禁不完 在网上边 因为逢出现这些事件 就会令到有不少的民众 那个情绪是会受到刺激 你想想香港721事件也是 发生这些事 有部分人都蓝转黄 尤其是淺蓝那一班 或者是中立那一班 所以为什么会后来在721 成为了一个转裂点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因为很多人都看不过眼 那些警察都39分钟不到 为什么 还有两个巡警 走到西铁站都反过来走 那就令到有很多人 事实上是很大的冲击 过去那百多年都不是这样管治方式的 是很大的冲击 令到有部分中立或者淺蓝的人 转了黄 这是事实来的 721是一个转捏点 当然有部分深蓝的人都说 诶,活该死的 那些是没得好说的 人各有智嘛 其实换回现在这个710事件 在大陆 有部分的人 尤其是小粉红 他自己说信仰崩溃 在网上 所以一定要把这件事 尽快去解决了它 所谓防微倒占 但是现在很难 都不是防微倒占 已经搞大了 所以趕快用亿半的钱 解决了它 所以我说它是高招的 往后来都说 那你就只剩下网络的舆论 在那里 那你大额存户 死了也没用 一定人又比较少一点 小额的那些都走了 大额的那些都留回 都没所谓 就用一个这样的形式来 叫做短暂解决了问题 起码不会天天在这个 郑州市的支行那里 先搞阵 起码就瓦解了这群人的聚集 其实这就是孙子兵法里面说的 十则为之 五则公之 倍则分之 一分化它 那就散烂吧 是吧 有媒体接触到部分的存户 得知他们参与集会之后 就被送往了一些学校 村委会等的地点安置 在登记了个人资料 和签署了不集会保证书以后 就由相关部门安排搭火车离开了 有人就说感到绝望的 认为官方是没有诚意解决问题 我估计那些可能是一些不相信官方真的会还钱给他的小额存户 或者是一些令行公告的大额存户 因为就算你说小额存户也好 他现在告诉你15号开始战户而已 万一到时没有的时候 他签了就说不去的了 那这个就是有一个危机在那里 那好了 就这件事来我说我看到有人说 留言 你是不是要同情这些人呢 我再解释一次 第一 在这些这样的存户当中 有部分人他是高举无主席超长的 他那个基本理念跟你不是一致的 对吧 他的诉求也不是争取什么人权 自由民主法治这些普世价值 他纯粹是争取他个人的利益而已 第二个 就是这帮人 他拿到钱以后会不会又再变念呢 变念就是国术 他一次变念之后两次又变念 那又怎样呢 他现在说后悔而已 对不对 接着他又不后悔 他又歌颂政权的 可以是 好了 第三个 为公义发声 和是不是同情个别的人缘呢 就是两回事 试试上来我说 我们都认为 那些传户是被人找了老陈的 是被人找笨实的 没有说不帮他发声的 但是 你是不是同情那些个别的苦主呢 就另作别论了 这跟仇恨是无关的 而是那些人是不是值得你的同情呢 我们要从历史上吸取教训 蔣介石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他说以德报怨 孔夫子怎么教我们呢 以德报怨 他说要以直报怨 以德报德 如果以德报怨的话 那你何以报德呢 是不是 当你说要同情一些人的时候 由于你的同情心太过泛滥的话 是不行的 那你就变相使用了一些 真正值得你去高度同情的人 他就享有了跟这些 未必那么值得你同情的人 同一种程度的同情 是有问题的 最少就像叶圣图所说的 次序有先后 程度有深浅 就算你这么濫情的话 是不是呢? 你比如说要同情的 有些人在香港更加值得你去同情 这些是不是呢? 所以同不同情是个人 很personal的一个preference 我觉得 为公义发声就不同 而且两者之间没有矛盾的 你为公义发声可以为一些 你同情的人发声就行 为一些你不同情他的人发声都行 因为公义的标准是一致的 但是至于你对于个别的人员 是不是要表达出一种同情呢? 这个就另行来做一个判断的了 举个例子 你在街上见到一个乞业 你很同情他的遭遇 你施捨他 那是没问题的 同样地你认为 整个社会的保障制度 应该要做得更好 那这个就是为公义发声 兼且有同情心的一个做法 好了,换换另一个乞业 原来你认得他的 他上过报纸他又打过劫的 你不同情他 但是你同样可以为公义发声 就是整个社会的保障制度 可以做得更好 但是你不施捨他 你不同情他 你一样是为了公义发声 但是同不同情呢 是可以因人而异 或者是因个案而异的 这个就跟公义没什么关系的 好了,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